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藝術共融? 藝術和共融這兩個詞語我們都聽得多 但是將兩者放在一起 就好像變成了一個有點抽象的概念 讓我Helen用三分鐘時間和你分享一下 就在你身邊的藝術共融 我早前看完一場 由香港本地的展能藝術家 和一班專業的舞台表演者合演的音樂劇 在整個表演的過程中 已經可以體現到共融 首先我們留意到 觀眾和展能藝術家之間的互動 這批展能藝術家在台上高水準的發揮 和同台的健全人士表現一樣專業和精彩 令觀眾深深感受到 展能人士是社會的一份子 在表演當中 觀眾發掘到甚至佩服他們的才能 這個舉動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 而這件事已經是藝術共融的一種 另外表演也有拉近到 展能藝術家和健全表演者的距離 他們在同一個台上呈現藝術創作 不僅是有助提升自信心、表達自我 亦都可以令不同背景的人互相了解 增加溝通和建立同理心 透過這齣音樂劇 一班表演者建立起深厚的默契 還有這套音樂劇 同時促進了不同展能藝術家之間的共融 當日表演轉場的時候 有人推著一位坐著輪椅的表演者出場 原來推著輪椅那個是一個視像的表演者 而坐著輪椅那個是為他帶路 他們互補長絕、互相互傳 我就想這場表演 原來還令到有不同障礙的展能藝術家 加深對彼此的了解 通過藝術參與、體驗共融 當然就不單止只有這三個可能性 我們不如來看看其他國家 在發揮藝術的社會作用方面走得有多遠 為了令普羅大眾都可以受惠於藝術的益處 英國已經將藝術應用在醫療層面 英國正在行一套創新的藝術處方概念 這是甚麼呢? 平時病了 醫生會開藥給你吃 但在英國 現在醫生可以開一張藝術的藥方 例如推介一些有精神病症狀的人士 去上跳舞班 又或者去圖書館看看書 處方音樂堂 也可以協助中風的病人康復 回到香港 今年香港藝術節 都有加入一個全新的藝術共融計劃 讓來自不同國家 不同能力的藝術家 匯聚在同一個舞台 只要你細心點留意 實踐藝術共融的機會 就在身邊 我和你都一樣做到